特朗普改口风延续对朝制裁 查看树林 据英国广播公司法新社及韩联社报道,特金会接触10天以来,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以平壤不再危险对待朝鲜问题。 特朗普在23日口风突变,他以朝鲜和武库仍具非比寻常的威胁未有,延续对朝鲜制裁措施一年。 特朗普在特金会接触从新加坡反抵华府后,13日曾在推特上发文称,不再会有来自朝鲜的核威胁,然而9天之后,特朗普22日发给国会的总统声明,却和先前说法有明显区别。 特朗普表示,由于朝鲜对美国仍具有重大威胁,美国延长对朝鲜的紧急状态令一年,并授权继续对朝鲜实施经济制裁一年。 特朗普在声明说,朝鲜半岛上可用于武器的、核、裂变材料继续存在,且有扩散风险,朝鲜政府的举措和政策持续对美国国安、外交政策和经济构成非比寻常的威胁。 美国在2008年开始对朝鲜实行国家紧急状态,对平壤实行经济制裁,此举备是为美朝关系紧张的标志之一。 有分析认为,白宫只是按照惯例向国会提交这份文件,交代朝鲜的情况,但它的内容与过去一两周美国官员的口径不太一致,前后调性诧异却也反映,峰会承诺的成果还有待落实。 在特津会后,美方早前已表明,在朝鲜达成完全无核化前,不会放宽对朝鲜的制裁。 美韩军事交流无限期暂停尽管不放松制裁,但华府继续向平壤示好。 美国国防部同日宣布,美方与韩国已达成协议,无限期搁置两军原定在未来三个月举行的联合海上军演。 搁置的军演除了早前宣布取消的已知自由卫士大型联合军演之外,还包括两项与韩国海军陆战队的联合训练活动。 据悉,无限期暂停美韩联合军演和训练计划,是为了落实特朗普在特津会接触之后对平壤的承诺。 另外,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下周将到访韩国会,预料会商讨暂停美韩军演示宜。 朝韩八月办理散家属团聚聚息,韩国与朝鲜代表团22日在朝鲜金刚山举行红十字会会谈,会谈的韩国首席代表由大韩红十字会会长浦更续担任,朝鲜代表团则由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副委员长浦永一旦任团长。 这是朝韩关系改善后,落实4月27日的板门店宣言后续措施之一。 该宣言中的主要内容包括双方以8月15日光复节慰气机举办理散家属团聚活动等。 双方商定,将于8月20日至26日在金刚山举办理散家属团聚活动,朝韩双方将分别选出100名家属村加此次团聚活动。 70年前的朝鲜战争导致上百万人与家人离散。 自2000年6月中旬,第一次朝韩领导人会晤在平壤举行后,朝韩离散家庭团圆的政策随即开始举行,起初还能每年举行,但随后由于朝鲜半岛关系紧张而多次夭折。 目前,约有57000人在韩国的红十字会注册,希望重新陷到身在朝鲜的家人。 留言 斜杠form 查看所有留言 根 Zus G